大家好 这里是苏小河批讯书 今天对于我来讲是挺悲伤的一天 是因为我一起来 就收到了一个令我很难过的一个消息 我们尊敬的于音师老师于先生过世了 享年91岁 当然是很高瘦的一个年纪了 人都是要过世的 人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但是我还是抑制不住的一种 很抽象的一种悲伤 因为我也没见过于老师 斯坦福尔大学的图书馆的馆长 邵东方老师 邵先生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我说 他说只要我去找他 他会去抽出专门的时间 陪我去于先生的家里去拜访于先生 但是我一直没有成行 想来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 余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在读他的书之前 是一个典型的我一青年 写写诗歌 有那么一点点少不惊世的一种愤怒和反抗 因为年轻的时候读北岛 北岛就是我不相信 就是一种反抗的精神 但是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法 然后读了你之后 你之后是个美学家 你之后他也是青年人的那种亢奋劲 他没有很深刻的那种平静下来的学理 所以我是读了余先生的细腻的著作以后 我慢慢才把自己搞成一个知识分子的 才养成了知识分子的所谓的腔调 知识分子所谓的说话的方式 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还有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 基本上完全是余先生的系列著作交给我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是特别感谢余音诗老师 虽然没有见过他 但是感觉到他是一个父亲 是一个长辈 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国意义上的一个老师 所以早上起来一看到这个消息 我写过一段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慢慢解释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中国人带着远处的观念秩序 追求自由的意义 余音诗先生是最高峰 多年以来在先生的著作中学到他也多 一个优秀的生命归到他的列祖列宗之中 所以我是特别的感谢余老师 余音诗老师 我这个话里面有一些我个人的一些语言风格 首先第一个是我说是一个中国人带着他的远处的观念秩序追求自由的意义 我觉得这句话算是对于余老师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总结了 我所说的精准是我一个人范围之内的一个精准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下 我一直我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到以后我都会这么认为 在中国文化的开放性的学习层面层面 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初秩序的这么一个框架范围之内 余先生是最高峰 我刚才说的 所以余先生是得了很多个世界级的大奖 比如说他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文史哲 就是文史学家 是一个有人说的是历史学家 有人说的是汉语学家 有人说的是儒学家 有人说他是哲学家 是不是 比如说他得过中国文化的传统的一个奖项 叫唐奖台湾的 唐奖也是挺重要的一个奖项 在中国的文化范围之内 没有比这个唐奖更高的一个奖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奖金最高 奖金最高 他的奖金比诺贝尔 比诺贝尔奖金还要高 唐奖是这么形容 这个余老师说 深入探究中国历史 思想 政治与文化 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 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全世工作 开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论述宏厚 见解深刻 学界 久以推为海内外 知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 旧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为传统学者知识之宗旨 余先生以其研究 传述与人生的实践 对此语做出了最佳的现代的诠释 他这个唐奖对他的这个描述 我认为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可以说是完全是恰如其分 在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 上下5000年 我就从来就不认为任何 还有第二个人能有余先生这样的高度 而且余先生和德国这个美国人的人文 人文学奖 叫克鲁格奖 克鲁格奖 那是美国这个或者是全世界的一个人文内的 一个诺贝尔奖 因为我们知道诺贝尔奖 它是没有人文学奖的 也没有历史学 只有这个文学啊 经济学啊 是不是和平奖啊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主要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奖项 社会科学基本上就是个文学奖吧 还有如果算这个经济学是个社会 经济学其实现在也是个数 也是个自然科学啊 基本上就是个文学奖 所以是没有这个人文奖的 所以美国有一个奖叫做叫做克鲁格奖 这个余先生就得到这个克鲁格奖 我在日本了解过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他们日本的学界啊 就一直认为 如果说这个中国人 就是华人里面有一个人真正抵达了 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的高峰 那非这个余先生莫属 所以余先生是日本有一个论坛 叫什么来着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啊 每隔几年要做一个世界范围的 一个关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一个研究 这么一个最高的一个论坛 但是从来没请过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研究这方面水平都不行 日本有很多高很高级的这个学学学者 但是终于有一年研究了新邀请的余音石先生 因为余音石先生是 是以他们这个论坛 由始人来邀请的第一个中国人参加他们论坛的 所以你就想想 这个余音石先生的水平是非常的高的 非常的高 所以他也是一生呢 做了很多个事情呢 真的是 比如说他在六四的时候 有那么多年轻的学子啊 然后跑到香港 逃到香港 然后又逃到美国 这之间有个黄雀行动 主要的指挥者 主要的这个运作者就是余老师 余音石老师 今天你在美国看到了相当多的那些 一个民运的这个学子啊 当年的学子 现在也是跟我一样的 已经是也要进入末年了 50多岁的人 那都是比如说王丹 比如说吴尔开西 比如说苏小康 比如说张伯蒂 远知名 还有你就说一大堆名字吧 只要是在这方面 在这块有点知名度 基本上都受到了 这个余老师的劫迹 和余老师的这个拯救 真的是可以用拯救 没有余老师的这个 在美国的学术界的影响力 和他的行动的话 这些个年轻人 当年1989年 真的不知道去哪 中国也回不去 共产党的这个追杀在后面 真的是得亏是 余老师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你看到没有 他是一个真正是一个 又有正义感 又很勇敢 知道吧 又在关键时候 又付出行动 而不是一个书宅里面的 这么一个白面书生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我是真是 我的一点点趣 很多都是来自于他 但是呢 我们说实话 怎样 我为什么要说他是什么 叫做我的话 是刚才我说过的 是带着原初观念秩序 追求自由的意义 就是他的 原初观念 这是我之前我经常说的话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观念 然后是展开的行为 然后是你分析的对象 是不是 所以这是康德的话 观念在前 对象在后 这个余英史老师呢 他的原初的观念 就是典型的中国人范 如是道吧 主要是儒学 所以有人说他是新儒家 是不是 完了以后 他又以儒家的视角 然后再研究这个 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 这些东西 所以他的观念层面 你仔细想想 是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他的观念 没有得到一个全新的解释 没有得到一个全新的更新 也就是说 他没有完成一个 我们神学思想史上 所了解的一个 就是托马斯·阿维克拉讲的 就是说他没有完成一个 用圣经话语 对他的个人生命的 一个话语的灌输 没有形成一个 伟大的生命的更新 他是用儒家思想 然后呢 整合了普世价值 完了以后再分析中国 是这样的一个 思想的维度 所以我说 在中国的 原初观念秩序的意义上 没有人比他做的更远 但是如果说 跳出中国的 原初观念秩序 这个问题就大发了 可能就有些话 就需要重新解释了 但是如果说 你完全不了解 圣经传统 完全不了解 托马斯·阿维克拉的 这个思想的 那种叫做什么 范式的改变 你是找不到 批评于先生的 这个途径的 也找不到批评他的点的 你会 你会觉得这个人 于老师真的是 高山扬指 真的是 所以我也用了这样的词 云山桑桑 江水洋洋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那你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文化人的 观念的秩序的涌现过程中 于先生的 他的学术的影响力 他的人格 完完全全 承受得起 这样的 对他的赞美 这是真的 但是 我们话有说回来 如果说你用圣经传统的分析视角 你来分析于先生的话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 我经常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就是 克尔卡格尔的恐惧串理 克尔卡格尔描述的人生的三个维度 一个是审美的维度 第二个是伦理的维度 第三是什么 是信仰的维度 就是你第一个 第二个 你作为一个审美的人 你作为一个伦理的人 你通过你的人通过你的个人的努力 通过你的思想的沉思 通过你的行为的展开 你是有可能抵达的 但是最难的是从伦理的维度 跳跃到信仰的维度 所以称对克尔卡格尔叫信仰的跳跃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么一个解释人生的意义的一个 我是叫做三一模型 因为你一个人生的同时可能兼有三个东西 既是审美的又是伦理的 同时又是信仰的 是吧 你已经完成了信仰的跳跃 这样的人非常少 所以克尔卡格尔引用的是谁呢 引用的分析的人是谁呢 分析的人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新心之父亚伯拉罕 其中一个很著名的细节 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献以撒 要把以撒献祭献给上帝 你知道献祭是干什么 献祭是要亚伯拉罕亲自要拿着一把刀 把他的唯一的独生子 以撒要把他杀掉 要献给上帝 你如果从人类的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就是杀人 那杀人肯定是不对的 圣经也这么告诉我 不能谋杀 是吧 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那理由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要服从上帝的绝对命令 因为上帝就怎么对他说的 你要把你的唯一的儿子 以撒要献祭 是吧 然后要到那个山上去 然后还有一句话 在山上必有御备 是吧 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 亚伯拉罕是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上帝要让我这样做 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 而且我年纪很大了 才生这么一个孩子 然后你现在让我把他送到山上去 还要献祭 没有人能理解 我跟你说 没有一个人 古今中外 人类再过5000年也没有人能理解 再过1万年也没有人能理解 但是亚伯拉罕 他还是愿意去这样做 因为他相信一点 虽然我不能理解 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话一定是对的 只是我不能理解而已 什么叫信仰 这次才叫信仰 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就骑在女性上面 就一楼摇摇晃晃 在路上走了三天 整个脑都是懵 脑袋都是懵的 根本理解不了 沉睡 昏睡的状态 但是到了山上以后 他还是把柴堆架好 还是把他的儿子放在上面 还是拿着一把刀 要准备把他儿子杀了 献祭 这时候天使说话了 然后附近出现了一只羊 然后他得以用一只羊代替以撒 向上帝献祭 他的儿子一直完好无损 是不是 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它的有意思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人类的自我建构的伦理学 在终极的意义上 与上帝的话语秩序 是叫什么呢 不能说你不对 就是你没到那个层次 是吧 你人类的伦理的诉求是有限的 你人类认为在伦理上 认为是真理的东西 不见得在上帝的整个框架范围之内 它是完全是正义的 只有上帝才是完全正义的 而人类又完全理解不了 这时候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你理解不了 那你还是要绝对顺服上帝的绝对命令 是不是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理解不了算了 我放弃 99.999999的人都会这样做 只有一个人他愿意理解不了 还是会上路 还是这样去做 所以亚伯拉海叫信心之父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仰是一个窄门 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回到云石先生 云石先生在他的人生的91年的过程中 完成了一些伟大的一些一个建构 伟大的成就 首先第一 他完完全全是一个审美的人 相当了不起的一个 就是叫做什么 充满了中国文化所说的 这个 这个清秀之气 富有诗诗书气自华 你看云石先生 90多岁 80多岁的人 那看上去特别的俊朗 特别的 就是好看 知道吧 就感觉还是很帅 为什么呀 就是典型的富有诗书气自华 知道吧 就是这种感觉 你都不用说 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 第二 云石先生又是一个伦理的人 又是一个在中国的 儒家伦理的意义上 做的是近似又完美的人 人以理直信 中国文化伦理有五常五行 五常 什么叫五常 有个经济学叫张五常 五常 五常就是人以理直信 知道吧 在人以理直信的层面 在儒家伦理的层面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云石先生没话说 没什么可挑递的 你找不出他的毛病 但只有到了这个信仰层面 就是信心的跳跃这个层面 我们按照克尔卡格尔的这个 描述的人生的三大阶段 以及我所说的这个 克尔卡格尔式的一个三一模型的层面 我们才能看到云石先生 他的生命中 有那么一点点欠缺 他没有被上帝拣选 但是我们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当然没话可说 因为上帝不拣选 那是上帝的权柄 上帝拣选谁 不拣选谁 那是他是上帝的事情 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 我们很多个朋友 包括张国立 跟这个云石先生非常的熟 我看过张国立写云石先生 写的非常的生动 说云石先生出了一本这个书 是吧 一本纪念文记 然后刚好张国立先生就去这个云石的老师的家里去看他 然后家里他一共就在台湾出的嘛 一共就五本书 然后就拿了一本送给的张国立先生 然后张国立先生 张国立就不好意思 他说我这一共就五本 你送给我一本 那我感觉不好意思啊 然后云石先生说了一句 非常让我感动的话 他说上帝总是很眷顾你 你看到没有 这个话 他还是愿意用上帝这样的词来说话 所以我一直认为云石先生 云石先生是一个饥渴沐移的人 是一个温柔的人 是一个怜悯的人 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人 但是他的信仰层面 为什么没有信心的跳跃 这个答案我没有 我找不到答案 我也不过十个人 我只能告诉你 上帝不拣选他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都为他祷告过 知道吧 但是我想说的重点在于 接下来的几分钟啊 就是云石先生 他为什么作为一个 1930年出生的人 他为什么会取得人生如此大的成就 而且是国际成就 国际影响力 完全不是在这个中国 这一个地狱之国里面 那一点点顾名钓鱼的东西 他是真有学问啊 那真正叫做博览群书 文史则兼修 那近似于这个用怎么说呢 磅礴的记忆力和分析能力 真的是 我觉得中国文化这个能做到他这个程度 那简直用态度这个词太太太把他说得太小了 你知道吗 哎呀 所以你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成就呢 就是因为他的人生重要 我个人认为就做对那一件事情 真的 那是1949年 他那年刚好19岁 他那年已经考上了这个北京的燕京大学 然后呢 他是安徽人嘛 他是要北上去燕京大学 要上学 49年嘛 共产党队都快打进来了啊 这时候呢 他的父亲呢 是我印象中是 给他拍了个电报还是怎么着 或者写了一封 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 让他去南方去见他 他父亲那个时候在广州还是怎么着 然后呢 他就买了一张这个当时的火车票 然后从北京坐火车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以后呢 他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决定放弃这个燕京大学的求学 而转到去哪里上学呢 去香港上学 香港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 用今天的话讲 就是个民办大学吧 就是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前生 叫那个时候叫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是著名的 钱穆老师 钱穆先生 这个离开中国以后 在香港办的这么一个 私人学校吧 应该是 完了以后从此呢 这个余音石先生呢 就离开了中国 去了香港 然后成为新亚书院的第一届学生 也是成为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 完了以后之后做了很多的人生的迁徙啊 比如说他去了香港 去了台湾 他当时没有身份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这个土共不给他身份 完了以后他想去台湾 香港也没有给他身份 完了以后他去台湾 台湾也不给他身份 我记得他好像是以一个难民的身份 去拿到了一个去美国的这个通行证嘛 叫签证嘛 那个时候叫做 叫通行证嘛 然后去美国上学的 然后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他也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后来才因为他已经很有成就了嘛 什么完了以后才拿到美国的身份 所以他是一个在这个大地上啊 不断的迁徙 像一个流浪者一样的从中国流浪到香港 然后又流浪到台湾 完了以后又流浪到美国 最后终于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叫做祖国 真的美国是他的祖国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把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学术的话题 把它解读成一个非常非常庸俗的这么一个成功学的话题啊 就是云英先生他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19岁的时候离开了中国 放弃了一些印尽大学的求学 去了新亚书院 去了钱穆先生的门下去求学 从此再也没有这个从此摆脱了共产党的奴役啊 他80年代的时候曾经回过中国啊 那个时候他已经冥满江湖了呀 很有学问了 而80年代我们都知道 赵紫阳活跃帮他有点解放思想吗 还是欢迎知识分子的吗 但六四以后 云英先生再也没有回来 他是对中共基本上是属于是恨的是咬牙切齿的吧 他一直预言中共很快会灭亡 就是70多年一定会灭亡 可惜的是啊 今天云英先生已经做股了 共产党还在这个台上 还在毒害全人类呀 哎呀 所以在这样一个肃杀的这么一个时刻 我听到云英先生去世了 我真的是五味杂成吧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我还是想跟我的年轻的读者 年轻的观众说 真的是云英先生最让我们着迷的啊 你可能也想进入他的学术世界 需要一点点精力 需要你的年龄要到 但是他的人生的过程 尤其是19岁那一年 他做的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 能够改变他人生方向的这么一个行为 用今天他话讲就是跑路呗 就是离开中国去香港呗 然后去台湾呗 然后去美国呗 所以最终我们还是把它还原成一个年轻人 在19岁那一年的一个 令人惊讶的不可思议的跑路的行动 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同时真正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 出现了一个这么泰斗机的这么一个中国文化人 这是个多有意思的事情 你都不敢想象 如果那个时候 虞先生他没有跑路的话 还是待在中国的话 他会是怎样的图景 人生会是怎样的光景 以他的这个性格 说不定二十多岁就自杀身亡了 即便不自杀身亡 说不定这个共产党都已经把他枪毙了 都有可能啊 因为他有一种怀疑的精神 所以一言以蔽之 我们去看这个余英少师 第一呢 我们是要这个钦佩他的学问 第二是我们要向他学习他的勇气 他的美德 第三呢 我们要这个对他没有最后被上帝拣选这样一个事情 表示一丝丝我们的遗憾 但那是上帝的权品 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没有能力这样做 那第四呢 就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因为他的勇敢的跑路行动 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 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 所以跑路最重要 谢谢大家